洛迪迁主要是零团费的,主要是零团费导致的原因,第二个是普民国王失事,然后另外一个,当时实际上是签证费是加价了,是吧,从一千株涨到了两千株,当时去年,这个二零两年前有这么多因素导致游客下降,当时泰国人的索结盘, 第一个是政府部门,第二个是我们这些旅游行业都很着急,我见到很多部门大家顾问的问题就是说,住了游客怎么办,就是说再减少,当时就问到这个问题。 我们有一个大量的地区,在2016年,二十年之前,我们有一个地区的地区, 我们有一个地区,是一个地区,是一个地区,的地区。 提供佩服